這邊就是寶信街的回收場 它目前算是南萬華為二的回收場之一 對 然後像這邊 大概每天會有大概一到兩百位的阿姨 來這邊賣賣他的回收物 寶信 阿姨賣多少 賣了一百四十塊 你看啊 單子怎麼寫 在這裡啊 我賣的書啊 還有CD啊 還有寶特瓶啊 來 我看不到你啊 我看不到你啦 來 我看不到你啦 你不要這樣 帥哥 帥哥我愛你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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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霍華經營半世紀 光耀五金行被形容是窮人銀行 以前曾經在那個行業 我在電子公司 三坡電子公司 當品管 當品管 對 是後來產業外營嗎 對\'85 好久不見了 大概在什麼時候 十幾年前很 unstur 有没有工作了 有的手动掉了 这脖脚的通通有 有点大大的他们也会来 可是老板都给他们做一点 72岁的李天寺 每天也会和患有智能障碍的妹妹 来这里变卖回收物 今天卖多少 100多块而已 而家沿途继续收取店家不要的纸箱品冠 为明天糊口 就是变成继续的一样 你要不跟他讲他才会讲 不然他都不会动作都不会做 你照顾他也很辛苦 对 你找不到 他才十岁才知道 这个 妈妈死掉以后才知道 李天寺说 他原本也有份稳定工作 但借林强制退休后 人生际遇逐渐走下坡 因为我以前是在玉美工厂工作的 本来还是有职业训练所训练的 但是说都没有成功 本来是会修理车子 还考到以及制造 就是说 已经锁脚都不灵活了 所以没有办法再积极工作了 所以通常回来的时候就开始分类了 对啊 对 不分类他那不能卖 加上儿子开车肇事必须面对刑事责任 和数百万赔偿金 让他无法安详晚年 路也不锁 所以就 开了太快就翻车了 那有赔那个半生不锁才排四百万 他要五百万 现在还有一百万才没有 他靠石荒每个月加减赚取 八千元左右的微薄收入 他厉害一点 他就是把纸调高一点 把人都吸收器 他东西 他铁啊什么都没有那么高 都是他会利用那个战术 王耀武金豪民国六十五年开业 老板黄世荣是第三代接班人 因为看大家都穿得干干净净上班 他自己每天的手从来没有干净过 又有一阵子是排挤的 然后慢慢地做 看到的人也多 然后就慢慢地说 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好 你塑胶推上来 突然推上来 民国七十二年台北市制定 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制条例 禁止资源回收厂设立在住宅区 黄世荣接手时 已是被列管的违法经营者 应该是从民国九十六年开始 就有接获相关的检举 那包括了每年平均大约三件五件七件 这种状况都有 回收业者只能在工业区设立 农业区保护区则是有条件经营 荒耀武金行属于驻三用地 近期遭台北市环保局会同督发局 勒令三月五日前歇业 万华在地组织发声希望争取保留 我们觉得这条法律是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是来自于其实回收厂 其实是一个民生常常需要的一个产业 所以回收厂应该要是一个离民众很近 然后让民众可以方便去贩卖回收物的地方 而不该是把它开在一个都市非常偏僻 民众手中的垃圾 会先分别交给政府的清洁队 民间轻运商以及拾荒者后 有价的回收物会进到小型回收商 接着才流向中盘商分类压缩打包 再前往工厂再生处理 台北市列馆的109家回收业者 11间是中盘规模 其余98间都是1000平方公尺以下的小回收厂 这之中包含光药五金行共34间业者 都是隐身于住宅用地 占北市近三分之一 我副职辈的要回收大概民国60年代 60年代就在这里 住宅你真的要严格去思考的话 很多都是不能在住宅里面的行业 不是只有回收业 比如说你有的是轮胎或汽车修理业 也在住宅区里面 其实同业们也在议论 为什么是光药五金行被开闸 我提到34家 其他回收商也很谨守奋计 就是我该维护的环境维护好 我不要因为有哪些人来这边交易 去污染了土壤污染了水沟 那当然说你看像光药它又紧邻道路 它的腹地又这么狭小 所以就会让附近的民众对生活会有困扰 脏乱是一个原因 回收厂是向地主承租 未来的土地利用更涉及都根走向 建商规划在保鲜街和成泰街一带 整合2000多平土地 估算更新后价值达82亿元 回收厂隔壁的杨家古宅和古井 已被北市文化局排版异地保留 黄乐没有产权的回收业者 最终也只能远离这里 台湾现在一直在谈都根 其实都根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在都根的同时 也要去了解到他身边 可能会不会影响的一些比较弱势 或共同利益人他们的态度跟想法 然后协助他们可以往更好的地方去 或是帮他们找到更适合的土地 在洗灯这天黄世龙准备了 平安米和蛋糕 有时候我们也会为了回收的问题 有称聚 但是今天他既然跟我说他会想我 有的回收的阿姨 阿伯他们也很注重面子 他都跟你说我去乘的 乘的好玩的 其实我们知道以前 有需要这份套路 若将回收厂迁移到工业区 不就可以继续经营吗 是从来没想过 因为小盘跟大盘在一起 我们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谁会为了要卖小盘 特别去工业区卖 对不对 大小盘都集在工业区 那就不用有这个区分了 光要关夜后 拾荒者该何去何从 阿伯你今天要改去哪里了 改去盘机厂业市场 阿伯 绕过一栋一栋的住宅 黄昏市场 李天寺和其他人 不约而同 改涌入另一间回收厂换钱 但这里也位于住宅用地 且仅宁捷运万大县 有光要的前车之鉴 业者担心数大招风 于是减少收获量 压低收购价 废纸 宝特瓶 每公斤都只有1.8块 部分拾荒者 还会过光复桥 前往板桥变卖 阿伯今天换到多少钱 161 针对光要以外的社区回收商 环保局目前仍采取共存管理 派员定期辅导 也会透过环保署 资源回收关怀计划 高于回收商的定价 向中低收入户收购 只是清洁队收取的定点较远 拾荒者难靠首推车送抵 全国一年仅约2000人参与 北市不到50人 整个万华区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合法来设置回收厂的 所以我们希望台北市政府 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然后可以用 不管是用 可能是公办回收厂的方式 还是用任何的配套措施 然后让台北市的这些回收厂 能够继续在这边经营下去 只是人口密集 垃圾产量大 都市在追求进步更新的同时 别忽略了拾荒者和废弃物 从未消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